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一致风风足足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我身子随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寻规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那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 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了 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力上 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期 月朔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眼 那形体却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 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自高自大 不持定援手 全身既然靠着他 金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德掌尽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仍想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偿 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赵人所吩咐 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 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 使人图有智慧之名 用思义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济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 优优独播剧场上